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故宫自破 王一博太平鸟全球品牌代言人 打破各种质疑 王一博全新服饰类品牌全球代言 太平鸟开启预热模式 王一博的代言 早就实现了全面开花的节奏 再次恭喜一下 太平鸟全球品牌代言人 这是王一博成功实现服饰类品牌大满贯的一个标志 集计了高奢 潮牌 运动 休闲于一身 不愧是酷格 牛的一笔 其实在早前 就已经发出消息 王一博即将代言太平鸟 无独有偶 这个品牌的男装代言人 是白净亭已经官宣 所以才会让很多人一头雾水 以为是空穴来风 毕竟品牌的头衔不同 很多人都不是很懂其中的意思 造成了很多的争议 所以说 现在代言的头衔 还是需要好好看一下 说一下王一博代言太平鸟的头衔 就是指这个品牌的全系产品 他都是代言人 这是一个品牌的最高title 之后才会对应着有各种的支线代言 总之呢 王一博的商务资源到底如何 从他代言的头衔中 我们足够了解一二 并且也非常肯定的一点 他如今有多受追捧 就会遭受多大的极度跟诋毁 这就是当下的娱乐现状 热度高了总会被人忌惮 也会被太多人紧紧盯着 想尽一切的办法来给予抨击 很多人都在说 空穴来风的代言的时候 也会伴随着各种的鸡蛋里挑骨头的事情 很多人会针对这个品牌来找问题 从来引火到王一博这里 很多打着王一博粉丝的人说 这个品牌配不上他家的哥哥 太LOW了 可是随之而来的是 很多人发现这个品牌成立于1996年 主打品牌理念 活出我的闪耀 定位的核心群体就是当下的中国时尚青年 试问 王一博代言也算是香的一张了 毕竟作为一个国货品牌 需要更具有影响力的年轻艺人 起到引领作用 才能让咱们的国货发光发财 同时呢 针对各种的吹毛求疵的问题 也伴随着这波争议 从中作梗 其实 王一博很早就有跟太平鸟合作过 更是参与其中 无论是王一博初出茅庐的时候 他就有参加过太平鸟的新品发布会跟秀场 同时呢 王一博在天天向上中 多次有穿到这个品牌的服饰出镜 如今王一博选择代言这个品牌 是他们长久以来达成的共识 更是一种理念上的不谋而合 很多人打着各种非议的口吻 从中挑拨离间 说到底 就是知道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 也只能红着眼的节奏 逐利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 各种的骚造作 早就公事于众了 打着阻击人家商务资源的想法 终究抵不过大众的眼睛 套路少一点 简单一点吧 Z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 打破常规 敢于挑战 为何这么多品牌选择王一博 是因为他足够优秀 还是因为他年轻 还是因为粉丝拥护者众多 足够有人气 这都是外在的一部分因素 更重要的一点是 王一博的积极向上个人形象 全能型特质 加上Z时代的价值观念 更符合这个时代的需求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